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权光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30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217期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了人大常委会任命了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 那么这一次人大会议上面呢 他们同时在任命董军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 也对火箭军军人代表呢 有一大批高级将领呢进行了一些免职的仪式 那么包括火箭军军人代表大会呢 决定罢免了吕洪、李玉超、李传岗、周亚林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被罢免的军委高级军官 其中有三个上将、四个中将、两个少将 同时罢免的还有张正宗、张玉林、饶温敏、菊新春、丁来航、吕洪、李玉超、吕传岗、周亚林的人大代表资格 那么周亚林不仅仅是人大代表还担任着全国人大的常委、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 丁来航不仅仅是人大代表还是人大华侨委员会的副主任 以及张玉林呢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那么他们这些职务呢全部被人大常委会呢宣布撤销 那么所有这个被罢免的这一批军人代表呢 都涉及到军方的高级将领 其中周亚林和李玉超两个人前后所任的都是火箭军的司令 都是上将 丁来航是前空军司令也是上将 这就是三个上将 另外呢还有几个中将、几个少将 那么被罢免代表里面的居心村他是南海舰队司令员是中将 李传广是火箭军的副司令也是中将 张玉林是2016年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装备部的副部长也是中将 张震宗是原火箭军副司令 现在军委参谋部联合参谋总部的副参谋长他也是中将 饶温敏是军委发展装备部的副部长少将 吕洪是火箭军装备部部长也是少将 也就是这九个高级将领三个上将四个中将两个少将 全部是被习近平一往打尽的所谓涉嫌火箭军腐败窝案 全部呢通通把他们查处了 那么过去都是传说 现在通过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委员以及人大代表职务呢 那就一下子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扶住水面了 也就是说明这一次坊间一直传说的习近平查处一大批火箭军窝外里面 涉及到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有七十多个将领 那么现在这个就算是什么算是通过人大常委会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基本公开了 虽然呢中共捂着盖着不让你知道这些将领都涉及到什么罪行 但是被查处一大批军方高级将领 这是习近平已经抵赖不了的事实 这一次高级将领集体被查实际上是中共过去几十年来所罕见的 堪比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自己强调的所谓壮士断腕 然后呢刀刃向内的一轮新的整军 最新被查的这批人都是习近平2016年进行军改以后提拔起来的 按道理来讲都是习近平信任的将领 也就是这批将领是习近平2016年对军队进行大的体制改革 调整军队里面所有的建制之后 然后新任命的一批高级将领 这些人军事习近平认为已经肃清了徐才厚郭伯雄余毒的 都是忠于习近平的这些党位军啊 那为什么这批将领他们现在比习近平前面灭掉的 忠于郭伯雄徐才厚的那批将领比他们还不如呢 不是有问题的将领都给裁测掉了吗 这批将领都是你习近平信任的 在这个整军建制变换之后 然后你重新提拔的你认为完全信任的 都是靠着这批习家军 准备帮你打台湾的这些虎盆军吧 怎么这些高级将领全部背叛你 一下子将查处70多位将领 其中涉及到那么多上将中将那大量的都是少将了 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背叛你习近平呢 而整个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查处实际上是从今年3月份 已经现任的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从魏凤和之后然后就开始动手了 因为魏凤和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他本人是火箭军首任的司令员 那么大量的来自火箭军的高层通通被清洗 跟魏凤和他本人在火箭军里面培制的党羽是有绝对关系的 也就是查处的这次火箭军上上下下的将领最多 除了刚才我列举出的那么多被人大已经罢免 人大代表职务的这批军方将领之外 另外那个非人大代表的还包括火箭军的副司令刘光斌 以及已经自杀的火箭军的副司令吴国华 这些人都在习近平整肃和打击之中的名单上啊 在人大开会之前两天全国政协已经先行开会 并且已经撤销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叫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叫刘世荃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长青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也就是这三个来自军工界的这个高层 他们跟这次火箭军的欧安他们是完全是同一伙的 无非就是什么是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各种利益输送 涉及到相当一部分人腐败 那么也就是说军方的这一次被查处的将领 腐败呢是习近平打击他们那个理由 真正腐败之外的呢 显然习近平认为这帮人是对自己不忠心嘛 也就是在习近平看来公军的将领个个都像普里格金 所以国防部长空缺了那么长时间他始终想不好究竟谁来干这个位置 因为选上来的人是不是也会是普里格金啊 那么军队里面他没有多少基础啊 他信任的军队里面的支将性军也就是出自三十一军的 过去他在敏哲任省委书记的时候 跟当地的驻军三十一军的这些主要将领呢关系比较好 这个里面的那些他认为可以选拔的人 都已经给他选拔到军队的最高层了 比方说军委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的苗华 苗华就出自于三十一军 在习近平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后 苗华被习近平安排到海军担任过政委的 那么现在呢苗华已经被提拔到军委委员 苗华跟习近平是关系一是比较好 第二个习近平对军队里面对苗华是相当相当信任的 那么苗华就不断地向他推荐了海军司令董军 是在苗华不断地推荐下也当然在前任海军司令 无声力的积极地栽培下董军也实现了三级跳嘛 他去年三月份才担任了海军的副司令 但是呢半年不到去年八月份就当上了海军司令 那么再过一年左右 也就是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完成了三级跳出任了国防部部长 他比秦刚跳的还要快 目前呢他虽然没有秦刚跳的高 也就是秦刚从副部级的驻美大使很快升任为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 那么外交部部长过了没几天他就升任了国务委员 就实现了他自己从副部级到副国级的三级跳 那么董军同样是这样 从海军副司令跳到海军司令 然后完成了中央委员上将军选的晋升 紧接着就担任了国防部长 那么下面一步很快就会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以及国务委员正式呢上升为副国级 也就是董军的这个跳的这个步伐跟秦刚一样跳得相当的快 高呢虽然没跳到他那么高 但很快就会跳到他那么高 国防部长百分之百是副国级肯定是国务委员嘛 那么习近平现在重用这个董军 并不是习近平跟董军之间有多深的交情 因为董军长期在海军工作 跟习近平这个在江浙地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人交集不多的 但是董军之所以被选拔 一是呢习近平认为董军的派系特征不明显 第二个是描划的积极举荐嘛 那么董军出任国防部长之后 李尚福的审查就进入了最后阶段 现在火箭军队高级将领被锅断 科技的这些将领们基本上都是军方的高级将领 以及呢兵器工业部门供货的这些总经理董事长 那么这些人全部查处以后 再下面马上就会涉及到中央更高层嘛 至少要涉及到国务院主管军工的这个副总理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是刘鹤是跑不掉的啦 传说中的刘鹤涉案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在上一任国务院的这个体系中 权力最大的实际上就是刘鹤 因为有一个副总理孙春兰 孙春兰是主管卫生防御妇女保健 是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 那么他是肯定管不到军方管不到兵器工业部门的 那么还有一个副总理胡春花 胡春花实际上是被习近平排挤的 在国务院里面是主管农业主管扶贫的 他更插手不了什么军工产业 什么这些军方的这些供给部门 也就是胡春花是靠边站的 那么第一副总理韩正 韩正是帮助习近平掌管外交转港港澳台 负责政协负责统战的 唯独一个刘鹤是主管经济主管供应主管国家 所有经济政策的制定 所以说兵器部门以及军方的高层的供应 这个显然在刘鹤的管理范围内 因此来讲如果是火箭军出事 涉及到上一任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那一级 那显然跟国务院里面最有关联的就是刘鹤了 因此刘鹤是不是最终能逃过这一劫 习近平最终能不能给刘鹤赏一个铁帽子王 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毫无疑问来讲 军方里面所有涉及的这些高层的事情 刘鹤是绝对负有领导责任的 而且习近平新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们表面上对习近平忠心背地里面 他们背叛习近平的事情 是李玉超的秘书捅到中央军委去的 也就是李玉超贴身的秘书 他向中央军委举报了李玉超 说李玉超跟秦刚跟李尚福 他们私下私人谈话里面 这几个人对习近平 对现有的内政外交是相当不满的 李玉超表达了军人不满的意见 也就是李玉超表示军人根本不愿意打仗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一口气就吃掉台湾 而且火箭军是首发其冲 一旦这个仗打起来了火箭军的伤亡会最大 火箭军大大小小的将领都非常的卫战 大家不愿意上战场不愿意送死吗 这是李玉超代表军方表达的不愿意打台湾的想法 那么李尚福和秦刚呢 主要是对习近平他内外政策不满 特别是对习近平他准备发动台海战争 要求外交部是做战狼跟美帝国主义斗 同时要求国防部在跟美国军方一边是口舌上要斗 一边是部署在南海台海的挑衅 所有习近平的这些部署都给李玉超、秦刚和李尚福 他们个人的这个身家命运 他们个人的家族利益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李尚福还被美国制裁的 也就是说他要跑都没有地方跑 你不想李玉超可以把儿子送到美国去 秦刚可以跟傅小田在美国先把私生子生好 他们还留好后路 李尚福是没有后路可走啊 他是被美国制裁的 他到哪一个西方跟美国 只要是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都有可能被那个国家把李尚福把他抓了送给美国人 所以李尚福比起他们来讲更惨 因为什么为党国卖命 最终被美帝国主义制裁 而他自己这边死死提到党国 而习近平认为他不忠心 把他这么一抓 所以说李尚福变得了捉拦打水一场功吧 所以说你从这几个人你就可以看出 这么多将领被抓 他们显然是对习近平是有怨气嘛 和平时期那么多数量那么高职位的现役将领通通被抓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按道理我们常人所想 现役将领啊 他们个个是司令副司令 都是掌握着重大兵权的人啊 既然这么几十个将领 他们被习近平坐在家里面一过端 为什么没想过模反呢 他们一起把他集结起来收握兵权 别说是习近平视察 在视察在某一个地段时候 军方一起上把习近平控制住 他即使攻打中南海 他们也有这个打的条件啊 但是你看这帮家伙 一个个坐在那个地方嘛 束手背擒 那么咱们为什么会束手背擒呢 这些人都是贪账妄法嘛 说句总话 贪账妄法也好 包女人生私生子也好 真如果是这些事 那根本就不叫事了 习近平根本就不在乎他手下的这些高级将领 中共的高级官员 谁包个女人生个私生子贪污点钱 这根本就不算是 你做到共军已经将军以上的高官 做到这个地方政府已经达到什么部级 这样的封疆大理 谁不贪腐 谁不包女人啊 谁不把财产转到海外啊 这在习近平眼里面不算个事 最重要考察是将领们和这些封疆大理们 对自己的众生度 也就是对于秦刚和李尚佛 这种已经达到副国级官员的 习近平很信任的 刚刚提拔上来的高官 这些人要么是模反要么是通敌 不是这两个罪名 是很难一下子把他们和这么多七八十个公军的将领 全部一网打尽的 这个是解释不过去的 贪腐算什么 共产党哪个高官不贪腐 现在的中央委员把他们拉出去 百分之百你说这个把他们全砍了头 说是他们有人被冤枉了 这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挨一个去砍头 那一定是漏掉了一大批 所以说对于习近平这次查处的军方的高级将领 以及大量的军工企业的这些董事长啊 总经理啊 就是兵器工业部门的这些主要领导 案件涉及的人太多了 牵涉面太广 现在目前来讲绝对没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 因为呢还有一些人会涉及到案件 那么最终这些人怎么处理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比较棘手的 这个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交付军事法庭 最终呢就是判一个比较重的刑 但是审判你用什么罪名呢 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讲肯定很为难嘛 你如果说认为这些人是不忠诚 是两面人用政治罪名来处罚他 他们都相当不服气啊 因为他们嘴巴上面都是高呼的拥护习主席啊 他们对习主席是无比忠诚的 而且不否认这个里面是有真的是属于忠诚习主席的了 想跟着习主席抬脚子吹喇叭 想跟着他混的了 但是话讲回来了 他怕死啊 他不愿意上战场啊 所以最终对他们的审判 你是很难的给他定这样的罪名 说他是什么 是伪罪 不愿意上战场 是畏战 他不愿意执行党和国家的命令 是临阵脱逃 给他们定这样的罪名呢 习近平认为在军队里面会引起极大的反响的 那么如果你定他们贪腐啊 定他们什么包女人啊 这个罪名比较好定的 也是比较好处理的 但是呢 这种罪名就判不中啊 就很难把这些人置于死地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这方面是比较为难的 用政治审判的罪名很可能引起嘛 引起连锁反应 经济犯罪的这个查处方式呢 对他们呢 判的又太轻 而这些人作为习近平来讲 是绝对不愿意 他们活着的时候还能走出牢房的 因为这些人都有他们相当大的势力 如果你就判那么三五年 这些人活着出来以后 他们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 他们的子孙啊 他们的部下啊 这些人将来纠结起来 真的模反 到了那天习近平就来不及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呢 用不忠诚两面人的政治罪名 对这些人处罚呢 他怕引起极大的震动 但是仅仅用贪腐来审判呢 这些人的刑期又会比较轻 现在就看习近平他自己做什么判断了 怎么样做才能对他的伤害最小 就是这些人 既要把他们永远关在牢房里面 给他们定的罪名呢 又不至于在军中呢 引起其他 现在还正在服役的高级将领 引起他们的这个恐慌 如果军中大部分将领 全部像现在习近平承办的这个欧安一样 那么人家会不会想 我们与其在家里面七八十个高级将领 等着你习近平一个一个来收网 一个一个来一网打进 全部给你把他到牢里面判这个终身监禁 不如我们现在起兵造反了 也就是大家学一把普里格金嘛 因此来讲 习近平绝对要防止军队里面出现滑变的可能吧 而习近平这次大规模拿下自己 已经在2016年组建的军队高层以后 不管是这次涉及到还是没涉及到的军队高层 对整个军队高层的官僚体系 会形成一个离心离的关心动荡的状态 也就是大部分官员心里面都非常恐慌 习近平又玩了个终身制 也就是你只要当官 就在习近平他的这个独裁统治之下 那会不会是务逼击反 这些人最终扯旗子造反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习近平他当然怕这种可能性了 所以他在政治局都召开了 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 与中央保持一致的 最近的一个政治局整风会议 看到这个标题 你当时会觉得很可笑啊 怎么叫政治局委员还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中央政治局不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中署机构嘛 也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跟着政治局啊 怎么政治局还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说来说去就是政治局委员要跟习近平保持一致啊 那你觉得荒唐不荒唐呢 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是习近平的二十大 按照他自己的标准 绝大部分都是他的支江姓军被他选拔为政治局委员的 这些人是百分之百习近平的清新和幕僚 怎么这些人还跟你习近平不保持一致呢 所以习近平这次在政治局高整风啊 是他自己的所谓对抗美帝国主义 仰外必须暗虐的一个权术 他本以为二十大取得自己能够终身制的地位以后 所有朝中政治局以上的人马 全是自己随意清定的人 这些人全部拥护着他习近平 他习近平可以集中这一批奴才们 可以按照他的想法 全心全意干大事了 把台湾给我收回来了 但是他根本没想到 仅仅是二十大才开了一年 是乱象重生 虽然听到的都是像蔡奇这种 抬脚子吹喇叭每天给他的四面送歌 而这种四面送歌实际上什么 是四面楚歌 国际局势完全不按照习近平的想法去发展 经济现在是绝对的崩溃 老百姓现在对县政府 对执政党的这种依赖程度 这种信任程度几乎降到零 那么疫情这么几年 习近平一直用动态清零的方式 在中国搞的是名不了身 绝大部分老百姓因为这三年清零 最终就把他们清这个清家当产 而国际上你说中东乱吧 中东乱你觉得中共能搞到多少一点好处 连过去以色列跟中国还有一点交情呢 现在以色列也跟中国翻了脸了 你支持哈马斯最终能做哈马斯呢 套了什么好处 也就是哈以现在在作战 俄乌现在也在作战 无论是俄乌战场是哈以战场 中共在外交上面是讨不到太多的便宜的 相反还被西方呢被西方对中国进行什么 进行割裂 也就是中共它总是跟西方站在对立面嘛 所以西方也是什么边缘化中共 不理睬中共嘛 那不理睬中共不仅仅是外交战略上不理睬 在经济上面首先给你中国就是脱钩嘛 大量的资本全部从中国逃脱嘛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形成一个断崖式的跌落 也就是民间的恩怨如火山积累 同时大量的这些青年们根本找不到工作 他们失业在家 现在他们躺平 你们也不一定要躺 连他们玩个什么手游玩个电玩呢 习近平现在也要打击他们 那么最终人家活不下去 人家也找不到工作也挣不到钱 对于那种有家有口的人 人家现在按揭供不上 对于现在年轻的单身人 人家也不要结婚也不要找老婆 自己准备做最后一代人 即使自己现在想躺平 习近平忍然不让他们躺 那么民间这个火山爆发 他一定会聚集的 也就是本来人家有个发泄口 你不给人家发泄都聚集在那 那火山最终就爆发了 而爆发以后 那最终对习近平来讲 就是烧毁习近平共产大厦的这股烈火 习近平想来想去只能把文革搬出来 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是有办法 能够把群众的能量把它化成正能量 也就是毛泽东 他是引导当年的群众运动 然后最终挑起群众斗群众 民间这个火山爆发是一种涌毛的力量 让毛泽东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正能量 最终打倒他自己所有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一下子在老百姓心中呢 还封成了神 所以说呢毛泽东在他自己发动的文革 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神 变成了万中景仰 他死了几十年 现在依然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死忠粉 而习近平要做到毛泽东这一点 他做不到啊 习近平在这次纪念毛泽东 一百三十周年诞辰大会上面 他看到的都是什么 看到的别人跟他都是离心离德 习近平一心一想为文革翻案的 他认为毛泽东能把文革搞好 我习近平为什么我就不能在中国复辟二次文革呢 而且文革不是像你们讲的十年豪杰 文革他也是我们从不同的历史阶段要不同的历史对待 他不是让中共已经有这么一种说法 是一种常识嘛 是一种科学常识嘛 有的学者都肉麻的 用一本书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 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千个不是 就凭培养的领袖习近平就一万个值 所以习近平觉得文革再不好 培养了我习近平也一万个值啊 你们政治局委员你们哪个不是经过文革的 你们哪个没占到文革光 为什么你们不跟着我一起再次复辟二次文革呢 看着政治局委员一个个坐在那个地方 呆入目击的样子 习近平就来气 就是现在的政治局 你们哪一个不是文革的造反派 你们居然对文革敢持否定态度 尤其是王滬宁啊 三朝帝室啊 都没能积极支持为文革正面翻案 为文革正面的形象修复啊 这不就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事业不忠诚吗 那你们对毛主席不忠诚 你们怎么会对我这个习主席新的领袖忠诚呢 所以说习近平政治局整风 就要求在政治局会议上面 要人人检讨人人过关 人人要表态对毛泽东态度 对文革的态度 实际上就是表态对我习近平的态度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要利用民间底层的力量 要在街头用文革的方式 张帖大字报最终是吧 最终就是认为文革是有意识的探索 这种探索实际上什么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史无前例的发起一个 当地一切资产阶级灵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革命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认识到文革的伟大功绩呢 所以说习近平对政治局首先要整风 这种整风比过去山东全会上邓小平要求的整风还要重要 对习近平核心来讲 山东全会只是谋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本能的这种整风在于清洗人嘛 清洗人那两个表面上忠诚实际上背叛政的副国籍 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李尚富、秦高之后 抓捕了一大批军方将领以后提出的高层整风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政权 关系到共产党核心领导层 能够牢牢把握无产阶红四江山的重要性 所以说呢 这个习近平就希望所有的常委 所有政治局委员能够主动的跟着他一起呢 在中国呢强力的推行恢复文革 只不过他看到这些政治局委员 尤其是六常委 个个看上去就呆若目击 每个人显得是人人无所适同 因为这些委员们心里面苦啊 他们不知道老大究竟要干什么 怎么可能继续干文革呢 干文革就能挽救经济嘛 就能挽救经济 不崩溃 挽救人们的失业 挽救老百姓就供着起案件嘛 军方将领他们就能够不卫战 他们就敢主动打台湾嘛 所以说为什么火箭军积极倒戈 人家不想死啊 人家不想打仗 你习近平打台湾 火箭军是第一个上 这第一波目标百分之半被美国掌握 美国的那些火箭炮回击过来 哪一个火箭军的高级将领还能活着回来呢 这时候你喊着我们上人家不想上啊 为什么你们党中央不带头 你习近平不带头嘛 你为什么不喊着你们家远平王爷 帅着你女儿西明泽公主 你小姨子彭丽娟 你的小舅子彭丽娟 为什么不让他们上第一线 你老婆彭丽娟为什么不赶紧到台湾海峡上去唱轩染的风采啊 所以说呢六常委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每个人都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 你自己一不小心就坐上了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地位 而这个时候虽然你看上去作为常委很风光 问题是所有的这个排行第二第三的接班人往往是被老大就是莫名其妙就打倒了 古往近来老二被消灭之前 个个都觉得自己肯定是个例外的感觉是比较好的 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周恩来也好 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学习好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混得过这一关 你混得过这一关吗 最终刘少奇什么是下场啊 林彪什么下场啊 周恩来恩是被他的这个癌症疼死的 毛泽东不允许他手术嘛 所以说他们最终是个下场 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看不到嘛 蔡奇看不到嘛 蔡奇也会看得到 蔡奇总认为这些人对老大不忠心嘛 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学习的入脑入心入魂嘛 他认为他自己对习近平是无比忠心嘛 那你无比忠心不代表习近平不打你开刀啊 孙政才也认为自己无比忠心啊 孙政才不就下了秦城大狱了嘛 胡春华小心翼翼加着尾巴在做人 最终混得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了 现在到政协做个冷板的 还每天在考虑到啥时候可能会去秦城呢 你觉得这个所有习近平领导的政治局委员里面 有几个跟习近平是死刑他给得干的呢 表面上都忠心表面上讲的都好听 但是讲的越好听的那个对习近平的危害越大 到关键时候这个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跟习近平火拼的 我多次讲过蔡奇是最危险的人物 不排除政治局常委里面其他几个人包括王沪宁的阴险 包括你看李强别看他呆头呆老到了关键时候 他就跟习近平一样也就是这个二轮子冲上来 说不成他抱着习近平可以同归于尽的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